热点资讯 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福建舰下水半年 山东舰服役三周年之际 中国海军游手转弓 不再坐在家门口等着敌人上门 而是插入敌人的纵身去 根据日本统合幕僚监部发布的最新监视报告 辽宁舰在12月16日刚航行出宫古海峡 12月15日 中国海军辽宁舰编队通过宫古海峡 南下太平洋 整个编队总计有 航母辽宁舰 055型导弹驱逐舰 安山舰 无锡舰 052D型导弹驱逐舰 成都舰 054A型导弹护卫舰 早庄舰 901型综合补给舰 呼伦湖舰 在此之前 12月12日至14日间 有055型导弹驱逐舰 拉萨舰 052D型导弹驱逐舰 开封舰 以及903A型补给舰 太湖舰组成的编队 以及796号电子侦察船 分别通过大嶼海峡和宫古海峡 进入西太平洋活动 再加上12月15日 中国海军 现代籍驱逐舰 泰州舰 穿航宫古海峡 从东海 进入西太平洋活动 现在可以看到 中国海军在短时间之内 先后向太平洋 派遣了11艘战舰 组成了庞大航母编队 除了辽宁舰外 共计有三艘055万吨大驱 两艘052D驱逐舰 一艘现代籍驱逐舰 两艘054A型 两艘补给舰 一艘电子侦察舰 这也是中国海军史上最大规模航母编队 正在演练新的作战方案 开始在岛链外 练反介入作战 美国一直试图介入台海冲突 大搞所谓的介入作战 之前不仅是宣称要派闪电航母 介入台海 核潜艇也去台海游异 更不要提美军最近一直在进行的 水面舰艇穿台海的活动 这一次的行动 明摆着就是针对美军为首的联军 介入作战的实兵操演 以前美国就构想过解放军将如何阻止美军进行介入 将其称反介入区域拒止 核心就是认为在台海周边与美军交手 设想在中国大门口或者说第一岛链以内 打一场大国交锋 没有考虑到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一场舰队决战的问题 现在我军的意图就是把战场推向别人家门口 作战范围不能局限于第一岛链以内 将其扩大到第一岛链之外 也因此现在我们的舰队开始在第一岛链外 练反介入战术 如此一来等于打乱了美军的所有计划 美军将不得不进行一场之前从未考虑过的舰队决战 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事情 自从二战之后 美国海军就成为海上霸主 在冷战结束后 推出所谓的游海道路战略 把战略的重点放到了打击岸上目标 与空军和陆军争抢作战任务 不再重视了舰队决战 连反舰作战能力也被忽视 以至于现在缺少反舰武器 目前美国海军水面舰艇的主力反舰武器 就是鱼叉式反舰导弹 一款1979年列装的型号 即便经过不断的改进 极限射程也只有300公里 现役装备仍有老旧型号 射程只有120公里 相对于我军射程超500公里以上的反舰导弹 显得不够用了 如今中国海军突然摆出架势 要在太平洋上与美国海军进行舰队决战 尝得美国海军预料之外与毫无准备的事情 我军发展了反舰弹道导弹 可以克制美国航母的存在 被美国海军视为严重的威胁 为此推出了所谓闪电航母理念 代替航母插手台海 我军再派出一支舰队与美国进行舰队决战 又将是什么样的局面呢 也许美军将非常的头疼 有052D驱逐舰和054A护卫舰 在舰队中执行防空任务 因此055的112个垂发单元中 可以装满英机21高超音速反舰导弹 三艘055就是336枚反舰火力 这是任何航母编队都无法应付的导弹雨 就算从成本角度看 其中一半换装英机18对面攻击巡航导弹 那也是至少168枚高超音速导弹 可以作为首波攻击使用 更不要说留着的英机18 还可以为后续打击其他目标 流出负余量 面对这样一支具有压倒性和毁灭性的力量 美军已无火力优势 现在的美国海军没有能力找出一艘 与055大区相比的战斗舰艇 也没有啥能够克制055大区的舰艇 中美海军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美国想要干涉台海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 如今我军航母编队走出去 完全就是一种游手转弓的表现 此外网上流传了一张 我国新型航空母舰模型照片 在这个航母模型上出现了很多令人惊喜的变化 据悉这艘航母模型是中船集团下属 大连造船厂为了某个重大活动而专门定制的模型 而模型厂家制造这艘航母模型的设计图纸 是由大连造船厂直接提供 首先 新型航母叫我国在舰的福建号航母 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 舰岛体积大幅度缩小 并且舰岛上方并没有出现巨大的烟囱 以及众多的散热孔 这意味着这个模型是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 直接说明了 我国正在筹建新型核动力航母 模型舰岛上出现了20舰号 这就很快让人联想到我国现役以及在舰的三艘航母 我国现役的辽宁舰以及山东舰弦号分别是16、17 在舰的003航母福建号弦号则为18 这意味着这艘航母模型正是我国未来第五艘航空母舰 而19号航母大概率是一艘在福建号航母的基础上 进行适度改进的常规动力航母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未来航母的发展路线 江南造船厂可能还会继续建造一艘常规电磁弹射航母 大连造船厂下一步会直接开建我国首艘大型核动力航母 而从第五艘航母开始我国未来航母都将会采用核动力推进系统 其次新型航母在左舰后侧增添了一台大型升降机 升降机数量达到了三台追平了美国新一代福特级航母 我国在舰的福建号航母在右舰舰岛前后处分别配置了一台大型升降机 虽然这种配备方式被一些军事专家解读为 可以满足我国航母舰载机的运转需求 但是少了左舰升降机肯定会对舰载机作战效率产生较大的影响 与福建号航母相比 新型核动力航母模型增添了左舰升降机 升降机数量提升到了三台 三台升降机可以同时将六架歼15重型舰载机 运到甲板上或者送回机库中 舰载机运转效率有了明显提升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再次 新型航母模型延续了福建号三条电磁弹射器的配置 舰手的一二号弹射器距离明显更大 并且两条弹射器是向外倾斜 而非福建号的内倾斜 这说明了我国未来核动力航母甲板面积会有很大的提升 这也就意味着我国未来航母的吨位有可能会突破10万吨 直接满足了广大军迷对我国航母的理想需求 从舰手弹射器外倾斜设计来看 我国未来核动力航母一二号弹射器可能具备同时弹射舰载机的能力 这会大幅减少舰载机等待弹射起飞的时间 显著提升我国未来航母舰载机的出动效率 这样一来 即便我国未来航母始终比美国航母少一条弹射器 我国舰载机起飞效率可能也会反超美国 这是一个巨大的创新 最后新型核动力航母模型上出现了五款舰载机 分别是歼15T重型舰载机 歼35隐身舰载机 空警600预警机 直18直升机 以及直20直升机 而这五款舰载机组成了我国未来完整的舰载机机队 综合以上信息 我国可能会在未来五年之内开建新一代大型核动力航母 新航母的吨位有可能会突破10万吨 并且在舰载机阵容以及出动效率上 丝毫不输美国的福特级航母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 感谢大家收看